脸面带您看明星陈乔恩 娱乐圈完全就是红海 没资源有勇气的人进入这里需要的是认知 而认知往往由生态会决定 这个时候努力思考关键难点的姑娘就能把这里做成 所以你会发现一部剧就爆红杀出来的姑娘 几乎都不是抄作业抄出来的 战略下需要的是想象力 在那个年代陈乔恩就是具备想象力解决了核心悖论的女艺人 阻碍少女型艺人发展的关键难点 一方面是静态的外在 一方面是动态的话语内容 这两个都被她干掉了 话语内容上大多数女艺人固步自封 静静春春说不出接地气的内容 要么很傲慢的端着 要么就像被拘着 对观众来说再美也只能对其生出抬头望云端的仰慕 很难牺牲触达甚至模仿的渴望 这其实是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 人们看到明星的普遍心态 陈乔恩是怎么出圈的呢 顶着一个说什么发型都好萌的脑袋 眨巴着一双硕大的圆圆眼 在综艺里带大家走南闯北 没心没肺吃吃喝喝 她那个亲和力满满的样子 像极了旅途中我们的漂亮伙伴 有美食有美女的日子快乐似神仙 必然她的国民好感都蹭蹭往上涨 外在呢 她解决了少女本身就是女人 该有的不仅要有 而且还要波涛汹涌 不仅要波涛汹涌 而且还要大大方方展示出来 这么一个困扰大凶女性的难题 本来嘛 与欧式性感审美分庭抗礼的是 中国人的婉约魅惑 是一种禁运式的吸引 可前提也得是有料 所以我一直反对女生结识 反对女生疯狂减持 那是从精神到肉体的贫瘠 与美背道而驰 陈乔恩先薄以丰满 兼而有之的身材 混合了紧张的曲折 明明握不住又格外清新 这种忠实张力 在她年龄成熟 将内衣外穿时得到了升华 越是将大胸女人的优雅仙境 安安静静揭露出来 越是自然而然就呈现出 来自心灵的爱的能力 性的能力 至于躲在黑暗里的人 缠或不缠 与我何干 多少东方姑娘羡慕 陈乔恩的态度啊 原本只是凌家有女 出掌成温柔甜美 甚至还因为南方骨香 笑死来冒着 思思傻气的可爱 就因为深爱着自己 于是小姑娘 有了打破规矩的战略思考 用坦诚大方 将骨子里的性感态度 把天真少女脸的轻盈 和成熟女性身材的饱满 编织在一起 撑出了精神美学的高度 感谢观看